今天有没有也在追剧的朋友来跟你聊的 有 都是我以为常见不联系 是因为这个剧开始关注我了 然后顺带的问候一下王淳老师 所以大家都在聊王淳是吗 对 相差年龄这么大的女演员合作是什么感受呢 其实没什么 我觉得就是创作这个事情 只要大家的这个追求的东西是一样 我们不可能追求每个人都要保持所谓的动靈 或者美貌永远的留在我们身边 就是你随着时间的这个流淌的时候 你自己的人生得到了什么样的经验 这个才是人最宝贵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任何年纪 都有自己这个年纪最美好的东西 在戏下的时候交流会有代沟存在吗 没什么代沟 你看我们的戏片是那样的 你大家觉得有代沟吗 如果代沟的话 是不会演出这样的这种松弛的感觉 那在这个剧里面 你觉得那些像和冉状这甜的地方在哪 其实我觉得从他们再次相遇 就已经开始很甜了 你们看到的甜和这两个人 我感受的甜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相信任志谦在跟那个 软流争离婚以后 他一定也深刻地反思着自己 对于这段情感的这个所作所为 或者是一种宿命感 逼着他们可能就是 就是差了一步 其实一步错不不错 最后这个婚姻一定会走向这个 两个人分开 只不过是软流争更有勇气 提出了提出了这一点 他肯定也特别渴望能够再碰到这个人 然后在见面的时候 其实他们两个心里 其实我觉得任志谦心里是非常甜了 他又出现了 那这一次再出现 那可不能像上一次一样 让他那么轻易地跑掉了 所以你看到后面现在到现在为止 任志谦在用不同的方法 然后一边帮助他进步 然后一边占领他的大部分时间 就是把你的课语时间全部都占领了 你去帮我接个孩子 然后我帮你 我们两个在专业上进行一些探讨 都把你占据了 你就没有时间去再跟别的异性发生可能 所以这其实都是任志谦在去使用的一些小手段 但他嘴硬啊 他不能说 我觉得就是在 就像我说的是这个剧本里没有表现的那一段事件里面 是戏外的戏 他一定有很大的遗憾 然后他也在回想的时候 一定能回想到那段婚姻里面 其实软乐中对他的那种爱情 还有那种喜欢都是非常真诚的 只不过就是他没有把握住 他又是一个嘴特别硬 不会去挽回的人 那觉得在学校里的时候 他对软乐中对他的这种案件是有感知的吗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演的是没有感知的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戏里面还就这个剧情设计需要 那你不可能就是知道自己的 有女朋友还要对这个外界的 这种所谓的喜欢 然后就是有做任何反应 就记得楚然他们在那个楼梯去喊 说宁师兄 我那个软乐中喜欢你 我真的演的就是没听见 我就演的就是没听见 所以我没有做任何反应 我做任何反应也特别奇怪 因为后面那个女朋友要出场 然后又要这样 所以我对于他的这个所有的接受的尺度 是在这个跟女朋友分手之后 分手之后呢 因为他一直想要帮我去 从这个绝望里面走出来 所以他就是会去这个酒吧跟踪我 然后也陪着我去做运动 去跑步 他希望能够陪着我一块 从这个里面慢慢走出来 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 是他们两个建立了一个 这个情感的基础 那你像那个表白的那一段 我喜欢你 有触动吗 当然有了 就是 我很久很久以前就喜欢 我相信任何人都 任何人都会吧 她又是一个特别真诚的女孩 为什么不触动呢 但是你真的有做 hàng 到 Pharise 前背았어